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使用相机拍摄的视频都是横屏视频 但是有时候作品需要发布到短视频平台 就需要竖屏的内容了 横屏视频强行转换成竖屏视频 只能通过裁剪画面 如果原视频分辨率很高的话 裁剪也不会丢失画质 不过有的画面构图的时候 没有特意为竖屏考虑 强行裁剪就会丢失重要的内容 所以我就在研究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够智能的一键 把横屏转变成竖屏视频呢 找了一圈下来 发现没有这样的工具 但是作为一个伪六边形战士 没有就自己造呗 因为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我在寻找算法的时候才意识到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照片领域被解决了 那就是contentware scale 内容感知缩放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们想要在这里放一个标题 那就得修改图片的尺寸 使用photoshop的contentware scale 我们在拉伸图片的时候呢 图片变宽了 但是内容没有发生变形 控制的部分呢被重复的区域的像素去填补上了 嗯 这有趣 哎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横屏视频 我们横向的压缩一下 再纵向的拉伸 这不就变成竖屏视频了吗 还不丢失画面的内容 不过呢这个原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用到的核心算法叫SIM carving 裂缝雕刻法 来自于这篇论文 写的挺复杂的 其实核心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就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讲一下吧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画面里面变化多的地方 这些颜色明暗变化很多的区域 我们就定义它的能量更高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变化 生成这样一个能量图 Energy Map 根据这个能量图 找到一条能量加起来最少的线 我们把这条线的像素给删除掉 这就相当于是用刻刀割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再把口子给缝上 所以呢这个算法叫做裂缝雕刻法 我们不停的重复这样的操作呢 就让画面的信息越来越少 对画面进行了压缩 但是这个算法的核心难点呢 就是每次循环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找到最少能量的这个裂缝呢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去试的话 那就运算量太夸张了 Dynamic Programming 动态规划这个算法呢 就派上用场了 它是一种分阶段式求解决策问题的数学思想 这里呢就不展开了 嘿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搞到了原理之后 我就在大半段剪辑中去实现了这个算法 然后实验了一下这个片段 可惜的是 因为如果只是逐针处理的话 前一帧的裂缝和下一帧的裂缝是不相干的 会导致画面闪烁和果冻 看起来就非常的鬼畜 这次该怎么办呢 你说 我想了一个好主意 对呀 对呀 这个缺陷如果用在制作鬼畜视频上 那不就缺点变优点了吗 好主意 为什么我一直没想到呢 于是我用这个程序生成了这样的鬼畜动画 可好玩啦 我先给你开个眼睛好不好 这个我给孙人带的礼物 叫宝贝 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如何制作这个效果的 首先大家需要去视频大发档的官网 sptpt.net下载 我们的大发档剪辑助手加创作助手 那大发档剪辑助手的门里面整合了创作助手 以及音乐播放器和素材裁剪器等很多的功能 点击这里下载 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找到apps 然后找到内容感知缩放 第一页面讲了一下它大概是什么原理 怎么用的 那我们这里选择片段 这里呢 我找了一个比较小的视频 它的分辨率只有640 x 480 注意了 大家尽量选小一点视频 这样才能快一点 如果大家有非常大的视频 建议在格式转换这里 把它转换一下 把它分辨率降到640 或者720之类的 然后太长的话 你就再踩一下 我们回到这里 默认的是制作扭曲动画 我们第一针就正常 然后最后一针呢 我们把它压缩缩小 缩小就会让它产生奇怪的畸变 比如说这个效果满意了 我们点导树动画呢 它就会根据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呢 自动补针 然后保存 这里呢就开始处理了 可以看到即便是这么小的视频 它也处理起来比较慢啊 因为现在没有用GPU 没有并行运算 所以比较卡 以后呢会改进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我们这里的APP这里呢 还增加了屏幕录制的功能 在0.3.5这个版本啊 屏幕录制的功能呢 只要你开启了授权 你可以先看 比如说你看到很多有趣的视频之后 让你录一下屏 然后呢这里可以生成一个裁剪 最后导出一个小片段 假如说现在导出好了 让它导出 那我这里用另外一个片段 这是原视频 这是导出后的视频 那我们把原视频放上去 然后呢我们给它加个音效 因为加了音效才够有味儿 我们搜索一个效果叫flanger 这个在prau里面都有啊 拖过去 我们把feedback改低点 然后rate改得很高 好了使用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 我要爱我了 哎呀由于这个程序呢 我只用两三天就把写好了 也没做过什么详细的测试 而且代码实现也比较简单 在那演示的时候 所以如果出现死机或者bug 或者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大家一定不要嘲笑 要高喊零解万岁 OK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改进这个程序 最终实现智能化的横屏转竖屏 这个视频里面用了很多的小片段 如果大家对这个小片段想要去用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大发档解决手 找到创作助手 那这个创作助手呢 就是我写脚本的地方 这个视频的脚本 那就在这儿 你看我是怎么想的 然后这些素材在这儿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灵感版 还只是在测试中啊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创作的工具 那我用我会我现在在用它来听听一下我的一些拍摄的计划 然后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在首页这里 然后这里呢你可以去项目文件就可以去下载这些视频嘛 那点这个下载按钮 那这些都可以下载了 大家可以拿去用 OK那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们下载视频再见吧 帮我们下载 帮我们下载